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该学什么程式语言 当然我今天其实并没有要告诉各位说 你一定要学这些语言 因为其实程式语言跟你本身的特性有关 每个人选择的不一样 那我选择的 我会最后给各位一个列表我所选择的程式语言 但是你所选择的程式语言可能跟我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稍微先介绍一下程式语言的一些历史 一些相关的专场之类的 所以呢 各位知道同样吃米可以养股很多种人 那程式语言也是一样 同样可以写程式但是语言差很多 那自从呢什么时候开始有所谓的程式语言 我说的程式语言是指高阶语言 不是指组合语言 那从有电脑开始就有 几乎就有组合语言这个东西了 但是呢 高阶语言是从Fortrain 这一个语言开始 Fortrain的发明人 他叫一个叫做Bacas 一个叫做Nur 所以呢 各位如果学编译器 你会听过有一个叫BacasNur form 简称BNF 那个就是用来设计编译器的时候所规定的一种 描述语言语法的语言 描述语言语法的语言 这有点神奇 各位现在听起来一定觉得怪怪的 那通常这种我们会叫做后摄语言 什么叫后摄呢 这个名词是从哲学来的Meta Meta language 那我们说Meta什么Meta什么 就是指说一种用来描述什么的什么 那种就叫做Meta 好吗 比如说 一个后摄语言Meta language 就是用来描述语言的语言 OK 那后摄哲学就是用来描述哲学的哲学 OK 那这种东西会有点绕口令 但是你仔细去想 这个东西有用 Meta在哲学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而且好像我们今年的各位的学长 升三年级的那一届 有一位同学本来上学期还在我们这边 这学期跑去台大 有人知道吗 许乐远 许乐远嘛 他跑去台大哲学系 所以他们要学的就是这个像什么Meta 比较整理之类的 那后摄哲学 那后摄逻辑学 研究逻辑的逻辑 OK 那这种 这种其实就蛮数学的 那 我们讲的那个BNF 其实它是描述语言的语言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Meta language 好 那Fullchain发明开始呢 当Fullchain被发明出来之后 大家要觉得说 哇 从此呢我们就可以摆脱 这么多 这么多种 组合语言的纠缠 为什么呢 组合语言到底有多少种 只要你有一颗CPU 就会有一种组合语言 也就是说 你有设计了一种CPU 就会有一种组合语言 有时候有两种 为什么 因为同样一种CPU 指令虽然一样 但是它设计组合语言的时候 设计成不一样 所以可能还会有比CPU更多的组合语言 那时候写程式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你每个人都要用组合语 那如果各位还没上过我的系统程式 我们下学期会上组合语言 那不是上组合语言 我们是上系统程式 顺便讲组合语言 那顺便请各位自己设计一套组合语言 自己设计一颗CPU 但是我们系统程式 不会教各位自己设计出CPU的程式 只会教各位设计CPU的指令期 那后来呢 就发现 设计程式语言可能比组合语言还要更多种 有多少呢 所以我们就有了像Lisk Basic Smalltop Guerlob Skid 然后还有 Zipro Pascal Eda C++ Vasprone 然后还有 MateLab PCL Export Python Gbase 接着还有Ruby Curl Gava PSP Javascript 然后还有一些 刚刚那些我大概很多都用过 还有一些我从来没用过的像 Algo APL Coco Coca 还有一些是最近才刚刚被发明出来的 像D C语言之后有D 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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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oogle 所创造的一个语言 听说速度奇快无比 直追上C语言 但是呢 目前用的人还不多 F-Sharp 是微软的新一代函数式语言 等於是說C-Sharp 我們這次上課用C-Sharp 那在C-Sharp的函數四版就變M-Sharp 那所以呢程式語言真的很多很多 主板不及備長 那有興趣的呢 你就可以參考像Wikipedia裡面有一個 List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到底有幾種我也搞不清楚 這邊還有一個The Hello World Collection 那Hello World Collection裡面呢 說他蒐集了四百四十幾種的程式語言 四百四十幾種 Hello World Collection 這是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喔 就是在你學一個程式設計的語言的時候 你的第一個程式通常就是要寫Hello World 如果你Hello World的寫不出來 那就代表你根本就不可能開始寫那個語言 因為你的工具沒準備好 Hello World是用來測試 你工具是不是準備好的一個最簡單程式 那它的用途就是 確定你的工具準備好 你可以印出一行Hello World就這樣 那這個你看它有這麼多種語言 而且是用不同語言寫的喔 而且它還用了六十四種人類的語言在寫 不是程式語言 也中文英文啦 好那這是 這是 Hello World Collection 另外 維基百科 是很好的 參考資料 你可以看到它的 裡面的語言應該 恐怕不止四百四十一種 有這麼多 這些都是程式語言 從A列到Z 好 這些都是程式語言喔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想要發一個紅願 我的志願就是要把所有的程式語言 通通都學完一遍 那我會建議你 盡量不要做這種事 那這種事呢 吃力不好好 而且沒有必要 那如果你有一個紅願式 我想發明一個自己的程式語言 那我倒覺得 這個紅願是很棒的一個紅願 那發明自己的語言 其實我也有做 但是當然自己的語言通常都很陽春又簡單喔 那但是你從發明自己的程式語言 裡面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你既然發明了一個語言 就不能讓它沒辦法執行 所以你就要寫一個編譯器 或者是寫一個解憶器 從這個過程當中 你絕對可以學到非常非常多東西 好 那這個基本上是 資工系的每一個人 我覺得都應該做一遍的東西 好 所以呢 程式語言很多很多種 那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寫呢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學C sharp 為什麼各位一年級的時候都在學C呢 我可能已經有跟各位說過 C語言是我這輩子學過最難的語言之一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一年級的時候我們學C 今天又學C sharp 那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那這個四年當中我到底會學到幾種語言 這個真的是會讓人家很困難 不管你學了多久的程式 你總是有時候還是會問到這個問題 好 那所以呢 我將用我自己的經驗 用很武斷的方式 完全不公正的方式 講給大家聽 那 對於一個 剛進入大學資工系的新生而言 各位已經不是新生 各位已經念了一年 那我的建議是這樣 大一呢 你可以用C來學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C真的好難學 我說他是我這輩子學過最難的語言之一吧 你覺得C真的好難學 學不下去 我的建議是改用Python來學 Python是一個很經典的語言 它的設計哲學就是 我要讓做一種事情 基本上就只有一種方法 也就是說 他讓你語法基本上不太重複 你可以做一種事情 就是要該用這種語法 你不會想到用別的 這樣就讓他的世界變得相對的簡單很多 OK 那這是他的設計哲學 其實設計每一個語言 背後都會有一些哲學 那我說的哲學好像有點太嚴肅了 其實所謂的哲學就是 他設計那個語言的精神所在 為什麼設計這樣的語言 為什麼設計成這個樣子 那像Python的設計哲學 我們剛剛講過是 做一種事情只有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他希望一致性 一致性是他最強調的東西 所以Python其實是非常適合用來當成B門語言的 可惜的是 現在我看到台灣的製工系 大部分的一年級都還是學C 而不是Python 不過 學C有它的原因 因為學了C才能學遷入式系統 我沒學C的話 用Python是沒辦法做遷入式系統 所以 學C的原因往往是這樣 但是 如果你 覺得C好難學 那我覺得 真的可以試試Python 那大二呢 就是我的課了 因為大一是柯老師上了C 所以不是我的課 那大二就是我的課了 就是各位現在上這門課 我們會用C Sharp這個語言 來學四川層次 那有機會的話 可能還會學到Saki的補分名 那各位一定聽不懂 什麼叫Saki的補分名 那這個東西是用來寫網路層次用的 所以 學完四川層次 如果還有時間 我們就會告訴各位網路層次怎麼寫 譬如說寫個聊天室 這樣子 那用四川的方式寫聊天室 也可以用命令列的方式寫聊天室 那這種就是屬於網路層次 那也就是說 各位寫一個MSN就對了 寫個MSN 那各位現在一定會覺得愛好難喔 而且MSN已經掛頂 MMSN好像已經不存在 現在通通都訂到Skype裡面 因為微軟把Skype買下來 那最近微軟做了很多花錢的事情 但是好像沒有得到太大的功效 那大三呢 有一門網路程式設計喔 我們可能就會用JavaScript 加上Note.js 來學web的程式設計 那各位可能在此之前 可能會學到像網頁設計之類的東西喔 那個都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學的是web 有client server的那種程式設計 就是真的你可以做網站 而且可以真正上線的那種網站程式設計 有四不端的 那大四呢 其實我會建議各位就是 像我們在大二的時候上幾率統計的時候 會用一個語言叫做R喔 那這個R呢 我覺得各位在大二學了之後 你在大四其實可以多花點力氣 在這個語言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語言可以用來學人工智慧 和機器學習和神經網路這些 進階的比較偏研究性的主題 那如果你想探索那種就是 程式比較做不到的那種東西 就很適合使用這個語言 那什麼是程式比較做不到的東西 像影像辨識啊 語言辨識啊 然後呢 機率統計的模式啊 類神經網路啊 人工智慧啊 機器學習啊 這種東西就很適合用啊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這些主題 比較困難的主題的話 其實是可以考慮在大四選一選這種東西 那這種布局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特別設計的布局 為什麼 大一如果你用C的話 其實你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命令列的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人用C寫過四創程式的 或網路程式的 那你寫的都是printf 大概都是這樣 那很無聊喔 對不對 會覺得 欸 寫了半天 只能print and scan 那真的會覺得很挫折很無聊 那很多同學就在這種挫折無聊當中呢 C元就爛掉了 那這個也是無可厚非啊 但是這不是一件好事 是非常糟糕的事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爛掉了呢 那沒有關係齁 從CSHOP再把它補回來 好不好 如果你CSHOP再補不回來呢 那我覺得你這四年就真的很難補回來 所以請記得 如果你C真的你沒選好 好 這一學集 非得要把它補回來不可 否則的話呢 大概 JavaScript其實 又是 我剛剛說 C是我學過最難的程式語言之一喔 那 JavaScript就是那個 之二 OK 最難的程式語言之二 雖然其實他蠻好寫的 但是他有很多怪怪的東西存在 C也是 C也有很多怪怪的東西存在 那CSHOP就沒有太多怪怪的東西了 CSHOP其實是很經典的一種設計方式 典型的 Python也是 好 好 那 欸 事實上我這邊漏掉了一個東西 我教的語言裡面呢 除了 這些 C 不是我教的嗎 CSHOP JavaScript 和R 我會教這 至少這三種語言 那各位已經學C 所以各位至少要學四種語言 但事實上呢 還有一門課 欸 不應該算程式課 但是我們也會用語言 那門課呢 叫做計算機結構 那我們會用什麼語言呢 那來做什麼呢 來教各位什麼設計電腦 硬體 用程式語言設計電腦硬體 那各位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怪怪的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現在的電腦硬體都是用程式語言設計的 沒有人會自己去拉線 請問你要把一顆Penton拿出來 或者是一顆 欸 這個這個電腦裡面的 CPU拿出來 你有辦法拉線拉出一個CPU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的電腦是 太複雜太複雜的東西 絕對沒有辦法手工打造 所以 你必須要用程式來寫CPU 那我們會教各位用Vlog 來設計電腦硬體 好 那這是各位 這幾年會需要碰到的事情 欸 但是 當我這樣子講完之後 我會覺得 如果我是各位的話 我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 環境很不窄 要學的很多 要能夠把每一種學好呢 如果你真的能夠把我教的這每一種學好 那我會覺得我非常崇拜 因為 這是一個相對很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不要求各位每一種都要學得很好 但是我希望各位至少要有一種學好 這一點應該要求比較不太過分 例如說你C Shop學得很好 那我相信你出去找工作 不會有太大問題 作為一個專業的程式設計師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每一種都沒學好 那你出去找工作 最好不要找程式設計領域的工作 否則 就算裡面是他不小心讓你進去 很快你就會被打槍 然後人家又覺得 到底是會不會 那所以 建議各位至少要學一種 一種 你就可以 一招打遍天下 用一個招式闖江湖 是行得通的 所以呢 我們所建議的其實並不是客觀的嘛 只不過我們剛好 碰巧呢 我用這樣的組合來教各位 在各個領域我的配置是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考慮一下別的程式原項 比如說Python啊Ruby啊 或者是Java 那其實Java我也用了很久 但是我現在不用 那原因是 如果你現在要寫Google的Android手機的話 你還是要用Java 但是 我不太寫Google的Android手機 那所以 用Java其實現在 對我來講可能沒有那個必要 而且Java的運法我覺得越來越 越亂越複雜 所以我現在是不太用Java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程式原的現況 那希望各位覺得這會有參考價值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呢 雖然還沒下課 因為中段時間 所以我們就先休息五分鐘 好嗎 好的 好的 好 好的 好 好 好